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号下午3点半下课时间 幼稚园监视器画面拍下了老师 带着一群小朋友上娃娃车准备回家 当时老师没有留意车上的状况 转身就离开 不到一会儿的时间 一名小男孩冲下车大声喊叫 娃娃车司机赶紧上前查看 随后手上抱着一名身穿黄色上衣 短裤的小男生 这名小男生四肢僵硬 送医急救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医生说男童死亡已经有一段时间 家属难以置信 一个小孩到幼稚园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幼稚园的娃娃车司机说 小男童上娃娃车的时候 一脚踩空 被自己的脖子上的项链给勒毙 但家属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 检警探验现场 发现娃娃车上流有血迹 加上陈小弟弟送到医院时 已经出现失斑 幼稚园是否延误就医 或者是陈小弟弟 根本就是一早来上课的时候 被遗忘在娃娃车上活活闷死 检察官认为死因不单纯 将解剖相验 很多让警方陷入胶着的一些命案 都是要靠这个法医的专业的判断 解剖大体以后才能查明 这个死者真正的死因 那请钟伯哥先帮我们回顾 这个娃娃车的事件 这个案子实犯在前年 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我也做了这个新闻 那当然我也很高兴 这里面有高大臣高法医的协助 因为只要有他 我个人觉得大概 再狡猾的这个嫌犯与凶手 大概有跑步他的法眼 不过在这个案子里头 我认为根本不需要高法医 因为当时在这个 应该说在验尸结果之前 其实高法医也知道 就已经疑点重重了 高法医只是来做一个权威的认证 一个概章而已说 对啦 这个死则法 绝对不可能是像 等一下 高法医在反驳 说得很简单这样 不可能 我跟你講 因为这一开始 我们在采访这个新闻的时候 就觉得第一 怎么可能 你把监视器画面调出来看 他说就是这个 幼稚园的园长跟司机 其实他们都是一对夫妻 这个司机跟幼稚园园长讲说 是放学的时候 那这个陈定长 这小男孩他们就 放学了好开心就上车 对不对 上车之后 突然有人发现 陈定长长跌倒了 然后赶快下来说 他跌倒了 然后这时候司机翁秋华 就赶快上去看 怎么跌倒了 而且还昏死过去 赶快把他抱下来 对 这根本是放 骗人的嘛 为什么呢 因为检察官他哪有那么笨 他只要把早上娃娃车 来学校的监视器画面 调出来看 就可以发现有疑问了 因为是八个学生在车上 可是却只有七个学生下来 那也就是翁秋华 把他整个颠倒了 根本是在上学的时候 常常就没有下车了 可是他们会集体做伪证的话 你就拿他没辙 但是这里面就有一个人 是关键人物 就是厂长的班导师 他就直接跟检察官讲 我一整天都没看到 陈定常出现 对 这时候又突然出现 高大陈法医 从天而降 我来证明 在验他的死亡时间嘛 他发现根本厂长不是跌倒 然后项链勒住 你看 项链有没有 项链勒住这样 跌倒 你看 跌倒 然后还要勒住 刚好是勾到衣服还是什么 可是确实他去看尸体以后 发现他真的有勒痕 等一下法医再帮我们做 好 我快讲完了 就给法医了 那后来法医也告诉我们 他说他是热色星球 可昏迷 那我们... 对啊 大家也会问法医 那法医怎么说呢 我知道答案 但我想要留给法医说 所以法医 还是要靠你们的专业 来戳破这些谎言 还原真相 其实他一开始就是说 他是上车的时候被勾到死亡的时候 可是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我们一看就晓得 因为他的死亡时间已经不对了 如果他真的是这样死亡的话 他的体温应该还在35度左右 就是我们一量就知道 大概是35度左右 可是这个小孩子那时候 已经比较冷 虽然他是一种垃圾性的一种 休克 垃圾性的休克 垃圾性不是垃圾性 垃圾性休克 垃圾性休克 当然体温会比较高一点 可是也没有差那么多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发疑说 死亡时间可能有差异 可能就比较早 已经很早就已经造成死亡 不是后来的 那我们一解剖下去 我们才发现说 真的啊 因为他早上吃的东西 还留在胃里面 就表示他吃完东西以后 早上以后就没有再进食了 对 就已经死了 就是说进食以后 没有超过两个小时就已经死亡了 他说垃圾性休克 就是全身脱水这样子 脱水喔 手都抹抹这样 就是干燥 然后整个脸都浮肿 因为他晒的关系 那个就有点那个发酵的作用 所以他那个颈部喔 发酵像蓝头那样 颈部会有那个热痕 就是因为他膨胀以后 他那个项链刚好 那个宽度喔 没有办法再增开 所以他看起来好像 是收起来的 是收起来的 其实是里面增起来所造成的 这样喔 他说晒到像霸光这样子 对 我们解剖的时候 我发现说 他的那个身体的肌肉 都已经变色 我们正常的肌肉 虽然是死亡以后 他会变成有点粉红色喔 可是他已经变成 已经喝 明天就烧焦的 不是到焦 但是已经有熟的味道了 这样 他在娃娃车里面 密闭式的空间 说连眼皮都这样子掉了 对 都对 而且好像有哭过喔 这边有那个泪痕来连着 好惨喔 好惨喔 然后那时候发生这件事情之后 也发生一个小小的一个 那个离异性 什么离异 因为他那时候车子 车子 挖车就是属于 正乎人 那时候就把车子拖到 辖区的派出所 去存放 然后后来 常常也是在教师节 当天就出病 可是呢 车子放在这个派所的时候呢 派所就有警察 就私底下根基的讲说 暗夜的时候 挖车上面 就有幼稳的哭声 那那时候 大家就讲说怎么可能 因为都招魂了 而且也差不多了 司法程序也都进行差不多 结果警察就讲说 可是招魂的地方招错了 蛤 因为他是死在娃娃车上 可是他们家属是在 就是一开始是在 幼稚园里面招魂 那应该要在 娃娃车上面招魂才对 这样喔 所以后来又补招了一次 再重新做一次法事 舒老师还会招错魂这样子 像一般如果你是 是在哪个地方 发生事故 我们必须要到那个地方 去做招魂医师 那等于说 他就在娃娃车里面 慢慢被热死的 所以他整个悶 是在娃娃车被蒙死 他蒙死那一刻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他一直会在哭海 一直在面临死亡那种挣扎 所以他在娃娃车那边 整个被悶死的 但一般来讲的话 你招魂也必须要有一些窍满 比如这是招魂花 要带一些 招魂花 那招魂花里面呢 如果以... 你写那个也是很重要的 要写他的什么 对 比如说你是 一般的话是写... 比如说是平辈的 晚辈的你要写顾 顾 顾什么 然后平辈的就写顾 那如果是长辈是 写烤 写痞 再长一辈子 就是阿公阿嬤就选足痞 选足烤 然后招魂的话 就是事故的现象 像有一次呢 我曾经遇过一个案例 就是说我们一个姓仲 他的... 他的小孩 他堵夜宵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 就是他堵夜宵 然后放学当中 他在骑车的过程当中 在半路撞死了 那撞死了 他回去 奇怪的老师 怎么... 投射的时候都拨没背就对了 是 后来他觉得很奇怪 他也到当地去招 就没有召回来 结果后来他们家人就 也是透过我们官邻宿 這樣下去看 结果看他的小孩 還不断地在那边骑车 要自己死掉 不断在那边骑车 所以他们当初呢 我就跟他们的家长 到那个现场去 然后呢 就是... 我就说 你要叫他那個 一般的他的小名 比如说当初如果他... 你要叫名字 例如他成什么场 对... 比如说当初那小孩子 你就要叫冲冲啊... 妈妈回... 好 跟妈妈回来了 你下课了 你已经回来了 好 那么当这个... 你们去现场在验尸的时候 有时候会陷入焦灼 你根本没有方向 怎么研判呢 因为大概一开始 我们大概看尸体 就先认为 这个到底是什么死亡 比如说我刚刚讲 内阴性的死亡 是因为里面所造成的死亡 是病死的 还是有其他的问题 但是如果外阴性的 比如说外伤啊 有人痕啊 还有头部外伤什么 大概你看 大概先晓得这个问题 然后再送到那个殡仪馆 解剖的时候 就是要好好注意解剖 我的解剖方式比较特殊 因为我是日本学来的 我们解剖 一开始我是先拜死者 拜的时候就跟他说 你如果有什么问题交代 我会帮你姐姐 尽量帮帮忙这样 这样然后呢 然后才下刀 下刀的时候我们会先看 所以解剖的程序 程序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进个广告 马上回来告诉你 下刀 有时候不是头部跟脚部 也不一样 把手弄到这里来的时候 他那个子弹 穿不到后面去 可是我们再把它紧 紧到这样两手上来的时候 才发现说 子弹过去了 要如何靠他们的专业判断 来解剖尸体查明真正死者死因呢 下刀的程序 对 一般来说 我们先看 到底是要先从胸部这里解剖 还是先从头 如果它是一个 有可能是颅内出血 你看它的瞳孔两个不一样大的时候 你发现这可能有颅内出血的话 就头先解剖 像车祸的那些许瑞伦小姐 就是要先头部 那瞳孔不一样大小 大概可以知道 这可能颅头里面有出血 他就可以知道 然后不是的话 就是从下面先解剖 我们解剖这里大概分两种 美式的是从这边切下去 还有跟美式跟日式 日式的话是从这边 老师我牺牲就要让你比一下 日式的是从这里 下巴这里一直切到 切到那个 肚脊 肚脊在下面去 但是要弯过肚脊 不可以直接切 为什么呢 不好意思 因为不好红 听说是不好红 这么皮条 比较肥有没有不好切 不好切 因为你比较肥的话 那我知道了 它要这么厚 油比较厚 所以它分胖的跟瘦的 我比较好切 对 美式的话 美式的话是从这样切 切下来 也是这样切 但是就会切两边 因为美国人手比较大 它没有像我们东方人比较灵巧 我们开很小就可以全部摸进去 它大概要切得整个打开来 才可以拿进去 所以切得好好不太一样 老师你是日式的吧 我是日式的 日式的比较好一点 但是一般来说你要切以前 你要先看有没有伤口 像上次我也碰过有一件 那个就是被一个那个 被那个两个兄弟用那个刀子 把它刀 把它刀洗 刀洗的时候 你就要先把那个探针 像这种探针 你就要先那个伤口 你那伤口你要刺进去 看这个角度是什么角度 结果没刺进去的时候 两个角度 这边有一刀 这边有一刀 结果两个是成锤子 那我们就认为说 因为他这个杀了你以后 他这个弟弟就出来顶罪 对 是两个兄弟杀的 可是他弟弟未满18岁 他弟弟就出来说是我杀的 所以他这样最后比较轻 对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们就说那解剖看看 到底怎么办 结果一解剖下去才发现说 这两个刀子是同时进去的 那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两 对 应该的你拿刀子拿这样刺的 没有 对不起 也不可能这样刺 所以 但是他这个刺进去 为什么我们知道 这两个刀子一起进去 就是因为 你如果先刺前面这一刀的时候 刺到心脏的时候 因为已经出血了以后 这个胃会跳上来 这个跳上来以后 你刺到的时候就刺不到这个胃了 可是他有刺到胃 那表示这个刀子先进去了 可是呢 这个刺进去以后 出血以后 心脏也会跳上去 对 所以你一刺不到的时候 刺不到心脏 那两个都有 一个刺到心脏 一个刺到胃 就表示这两个刀子是同时进去的 真的 所以还是要靠经验 所以就知道 所以这个应该是 两个刀子一起进去的 怎么会说一个人 可能造成这种伤口是不可能 才研判是两人同时进行的 才研判是这两个人所杀 这个是还保留全屍啊 对 然后最觉得就是 我们一判徒是两个人杀了以后 他妈妈这个死者 死者他的妈妈 就来跑来告诉我们说 他梦见他昨天 他儿子来给他托梦 说那个刀子 他把他杀了 刺了那两个刀子 去丢在那个庙前的大树下面 埋在下面 对喔 结果大家都不相信 对啊 后来就想想 他也先看看 去找找找 去找找找 去找真的偶尖 真的偶尖 他还真好笑 就是他把那两个刀子 用那些刀子 拿起来 用薄刀包起来 包起来 包得很好 很好 我们从那两个刀子拿出来后 才指纹 一个是他弟弟的指纹 一个是他哥哥的指纹 这个案子才戳破掉 对啊 才戳破这个 这个是全师 像这种激震 一般来讲 他们法医是 都非常专业的 对 可是也有说所谓的 说领取这种东西 碰破 像我新闻 跑了一段时间 也曾经说 我前辈 我那时候刚跑的时候 然后听前辈讲的 跟就是杨日松阳法医 对 他那时候有一个案例 他就是 江子催命案那个事件 那个很催命 大蟹几块 大蟹好多块 然后丢在那个桥下 那个事件 那时候也是 经过都没有办法 采证到他身上 任何的一些线索 对 都没有办法验证 然后一个月了之后 没有 是一个礼拜 先让他们的 那个警察人员 发现他那个小腿 铺上了一个 那个红色的胎记 类似那样的胎记 一块就是一块 然后再怎么样 也没有办法辨识 那一块是谁的 怎么看 因为尸体也都烂得差不多了 到后来 就是那个时候 杨立松法医也是 还是得要进去检验室 他那天他就去 当他到的时候 他就去看 再看一看 再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灵感之类 去看一看 怎么脸上浮出了一个质来 黑色的质来 脸上已经死完一个月后的 怎么会这样 对 这是很灵异的东西 那也是因为这一块字而破案 破案 所以他是靠一只小腿 跟一个头颅上面的黑痣 对 怎么会这样死了这么久 又扑一个臭 这个我比较少碰 因为杨阳法医比较厉害 所以我可以再讲一个故事 比较切实际的 就是说 在美国有发生过一个白人警察 开枪去打死一个黑人 结果他就 后来人家就说 你为什么把他打死 他就变说是 那个黑人要拔枪 然后他就开枪把他打死 可是后来大家一直找 都找不到哪一只枪 对 然后就发现说 这个警察可能在收法 那没有办法就送来解剖 那时候去解剖的时候 我们就把他说 他比的那个姿势 就是说 他开了枪以后 打了以后 我不是要用一个探针 把他刺进去吗 可是我们把这个黑人 死者这个黑人 把手弄到这里来的时候 他那个子弹 穿不到后面去 可是我们再把他挤 挤到这样两手上来的时候 才发现说 子弹过去了 原来这个黑人 已经跟你投降了 你要给他拆枪 对 所以才知道说 原来是那个警察的错 所以法医还是真的很了不起 对 我稍微补充一下 刚才晓琳讲 对 江子翠 他那个来龙去脉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 那个大概是国内 有时以来 首次利用这个所谓的求职 求职 比方说你要来找工作 对 那我就登报 登报 然后你一看 你又需要赚钱 你一来 你一来我就给你那个 我去给你应征 你就把我分尸杀了 你来给我应征 我来给你那个抢奸 抢奸 对 那因为这个 过去大家在讲这个案子的时候 并没有讲得很仔细 我今天稍微讲得仔细一点 这个凶手呢 他叫林坤先 那他这个 林先坤 对不起 那这个人很恐怖 为什么 因为他本身对于解剖 是有一套的 他是医学院学生吗 他自己对这方面有兴趣 这个是官方的讲法 那私底下的讲法就是变态 这样你了解吗 就没事把小动物抓来 就开始解了 你还听了这么津津有味 就是变态的意思 他对女的 性 他对女孩子 还有性 还有解剖这一类的东西 他都很有兴趣 然后结果呢 那时去应征的这个人 叫张明凤 然后他就把他直接就 没多久他就已经 看到这张明凤 没多久他就已经 慾望焚身了 然后就慾火焚身 你讲这话的时候 不要一直看小动物 因为看了他才讲得出来 就慾火焚身 对 然后就好 我不看你 可以吧 就慾火焚身了 然后后来就把他相间 他就把他相间 因为他发现 他不小心把他给弄死了 所以呢 他就开始拿起他熟练的刀法 就啪啪啪 9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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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料 剛好從國外回來 它帶來不少先進的技術 再加上那時候楊潔聰法醫 他非常非常的小心求證 從這顆頭他們就發現 這個耳朵前面這個肌肉 耳朵前面這個肌肉鼓起來 然後代表什麼 然後代表什麼 我幫忙摘一下 我幫我法醫 然後後來才發現 原來這顆頭是具有所謂的 一個外力 一個重壓所造成的 那精油技術的還原之後呢 再加上這個 不是高大聖法醫 楊日松法醫 有做那個牙齒的指摸 證實了 比對身分 對 知道說 這個就是張 張小姐的 以及呢 他當時是受到什麼樣的情況下 而喪失了 那這裡面還有一個比較恐怖的就是 我講的這個林憲坤這個歹徒 當時他們發現濕帶的時候 裡頭有一塊皮 什麼臉皮喔 對 有一塊皮 各位有沒有去吃過那個北平烤鴨 你看那個師傅 師傅如果為了展現他的專業 他會把北平烤鴨拿到你面前來 然後說 這個呢 我們現在馬上切給你看 你看那個刀法之俐落 切開他的皮 皮跟肉就是完全分開的 皮就是皮 肉就是肉 他們就發現到一塊皮 皮上面還有脂肪 但是就是一點肉絲肉屑都沒有 切得很工整這樣 他沒有學過北平烤鴨 他就是真的是自己在學的 哎呀 那他平常被他真的磨練多久了 對啊 像張公 錢是英嘛 那這是國嘛 那因為有英國的關係會產生 因為你這個機眼之下遇到這種色磨 然後被磨害了 但是磨害的過程當中 你一怨氣在的話 相信都會有一個結果 就是說我可以透過很多關係 透過很多那種險象 然後因而破案 所以有時候建議說 不是說田地佼佼的 不是沒法是時間沒法 是 但是被大卸九塊 他這樣魂魄會不會魂被迫散 怎麼超度轉圈 你如果說我們人 不管你是被撞擊或是被分射 你在最痛的那一刻之前 你的魂魄一定會離身 你的魂魄就會跳起來 像是當初我們看那個 阿修偉的那個過程當中 有沒有 他在撞車那個時候 是他這樣撞到那個 安全島那邊 然後他撞... 後面那一部車開過來的時候 他這個魂魄已經脫體了 所以... 老師講這個魂魄還脫體 像剛剛講江子催眠那種 這個頭顱都還有找到 頭顱那時候好像在新電器找到 高雄九如二路一家小飯店 大概二十年前左右 就是在江子催 之後沒多久 就發生一件沒有頭顱的命案 找不到頭 就在飯店裡面 這個案子... 雖然沒有江子催那麼轟動 但這案子就歸功於法醫的專業 他當時就是... 飯店服務人一早 一到房間裡面一看 就看到一個女生 整個熱水一直放 燙他的全身 然後赤裸 然後頭不見 頭不見 後來... 法醫去現場一看 怎麼那麼厲害 頭這樣切 工具咧 事後追查最厲害的地方 他只用美工刀 等一下高法醫 換我可以來拿高法醫來做個比 他真的很好 小小隻那美工刀耶 對 雞雞股應該有二十六塊嘛 其中頸椎這裡有第七間 對 那個人很厲害 那個人就是死者 死者的乾弟弟 因為發生姐弟戀 然後姐姐想分手 然後弟弟不願意 然後就約到飯店 然後黑羞完之後 就把燜死 然後從... 剁的時候就拿到美工刀 從這裡 不好意思啊 高法醫介一下 從這邊切 慢慢切... 然後這樣戲風 這個等於高法醫示範比較好 我還是借妳 這個切的過程 到底還有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 我們再進個廣告 馬上回來 就在書籍買的那一種小隻的 我騎他倒在這裡 他腳騎了對不對 前面的都會開到嘛 我就說 失了失了失了 不好意思喔 拜託失了失了 坐在廟裡 那一隻腳還要出來了 我出來了 馬醫的工作到底有多麼神秘 萬一身上沒有任何的特徵 如何去分辨這個死者的身分 一場姐弟戀 美工刀 所以我回到剛剛 他偷爐都被拿走了 那怎麼辦 好 那個法醫來看現場 他能先解剖啊 他說這沒有解剖 查不出死者身分 一解剖才發現 藏外裡面還有辣椒陷子 然後還有一些面 要看外面 各位觀眾知道外面的人 要吃什麼種 就是嫌多不會嫌少那種 越嫌越好 然後後來把這特徵公布之後 就有一個男的來認識 我沒有 那法醫說為什麼 我老婆就是吃麵一定要這麼辣 這麼辣 後來一推算 然後推算時間 適中時間 再加那個特徵 我來就跟他老婆 可以從生前的食物裡面去分辨 變身分 然後好 我們講說 殺個人 你都把頭砍掉 你都給我玩八 玩八嘛 就玩大了八 好啊 你說的容易 但是你要切殼 沒有那麼容易 然後這個案子就是因為 這個女生 她本身她是有夫之婦 但是還有認識一個 一個比較小的一個男朋友 方向的姐弟一點 然後分不開 然後這個小男朋友很厲害 她知道這個女生 還有一個外科醫師的男朋友 所以她就有點想嫁禍給她 所以她就故意這樣切 但是她很厲害 為什麼會這樣切 這我們也搞不懂 她拿那個美工刀 從後面滴這個 高法醫就可以示範 怎麼切出來 就把她頭顱拿走 然後就把她身體 在熱水上浴缸不斷的泡 要把那個屍體 把它毀滅證據 沒想到法醫來 從她吃的麵再加上 她身體這樣一點小的 就認出來 然後後來就對她那個美工刀 那大家就有個訝贏 怎麼切的 高法醫來切一下 對啊 對啊 如果真的是熟練的人 他會從前面切啦 切了以後從旁邊繞過去 繞到後面 然後再把... 你從這裡切下去後 後面這剪比較薄嘛 因為骨頭是在後面 你要從後面切 切到頭前拍切 所以要從頭前切到後面 切後面要切一顆 切到後面 切一顆 切一顆 把這個撓起來 從那裡就落下來 那個筋也可以切得斷 那個血大動脈的 血會一直噴耶 你知道喔 我們一般是這樣 殺了人以後 我們不會馬上去切這個頭 你如果馬上切 它真的會噴 你最好等個一兩個小時 最好 什麼叫最好啦 白衣 不是啦 我是說比較不會噴成這樣 所以他應該是想過了 是不是 就像我們在解剖的事一樣 我們在解剖也一樣 你等我死後 我就會說這四十多久了 他說四十五點鐘而已 我們就知道 毛巾給準備刮 我現在留就一直流流 一直流流 切得很厲害 你如果死一天以上 你切下去以後 它根本就不會流 它血都跑到後面去了嘛 所以你們到現場看驗 如果牆壁上都是 血噴的都是的話就是 對 就火火被燒了 大部分啦 所以會辯論就是說 你如果不會切 你會從後面切 切到前面來 你懂的人 從前面切下去 切到後面 再撩起來再切斷 這樣工夫比較好 所以比較不太一樣 剛好一講這個 當時案情調查 就證明了這一點 當時在懷疑 他那個外科醫師 男朋友是兇手 然後警方就故意叫過來 那個外科醫師來看就說 這個絕對不是專業切的 專業切的不會切的這樣 專業切的會切得更俐落 然後他就說 這應該是單面利刃 對 因為你後面切的時候 你切下去會起槓嘛 會有氣齒狀的 你會切的 你知道從哪裡切不會怕嘛 你讀一下就好 像我們在掛手 我們常常在切手 因為切手很重要 就是說你開過槍的人 我們會有那個煙消反應 煙消害死者 如果他是自殺的話 他自己開槍自殺的話 那煙消在手 我們把他手切下來 送鑑定以後 我們就知道 這個人有開過槍 確實是他自己開的嘛 對 如果沒有的話就不是他開 他殺 那一定是他殺嘛 對... 會接手嘛 當初那個薑紫萃的命案 林憲昏他在切的時候 他是把那個張棉鳳的屍體 譬如說現在平坑放開對不對 然後他把他的頭就這樣拉著 就這樣高 拉著 然後他是拿菜刀 他不是美工膏 他比較順滑 這樣子對不對 他把他這樣對不對 然後刀這樣 砰一下 頭就掉了 對 就這樣 他把壓起來砰一樣 然後接下來剩下 我不是說他把他肢解成九塊嗎 那時候法醫去看這個屍塊水 有講說他很厲害 他的每一刀都剛好在那種關節處 關節處 對... 然後什麼脊椎啦 什麼肋骨啦 什麼什麼 就是刀法刀 所謂人家的乾淨俐落就對了 對... 我認為分屍然要這樣講 不是說最好叫他這樣 怕死人 那萬一只有剩下一個肢體 譬如說一個手掌 其他都找不到那怎麼辦 這個才是重點 最近因為DNA非常進步 所以我們驗DNA 大概就會驗出來 但是以前沒有的時候 我們是看一隻手 我們可以確定這個人 有身高有多高 大概是如果看手掌 如果沒有什麼指紋 大概沒有什麼紋路的 大概是O型的血型的 然後看他的身高多少 我們就知道他穿的鞋子有多大 大概跟這個人有沒有吻合 才去找這個人 然後看他的手的那個關節處 如果有腫掌的人 就是在做出工的 細活的人他很細 比較文殊工作 我們就知道他做文書的 所以我們從這邊可以去半補 然後去找那個失蹤人口 我們可以專門找這些人 然後就可以找得出來 那早期沒有這些高科技的儀器 真的很辛苦 對 都是靠近 我上次就是碰到一個就是 被人家把那個腳 整個從這裡 從這裡 都掉 怎麼辦 結果我們每一個人去看 大家都笑一下說 這個會不會醫院開刀 我們把那個腳剁起來的 把他拉到這裡丟掉的 我要先問 是死後被剁還剩下的 對...我現在就是要講這個 結果我們才發現說 他剁了以後 那個血管都沒有萎縮 那一般如果花花鎖下去 他裡面火筋都縮起來 沒有縮起來 他沒有縮起來 火筋都在外面又有看 所以這個是死後才剁的 那死後要剁 絕對不是開刀的嘛 對... 一定是他殺的嘛 對... 醫生說你死後倒了 他還要做什麼 對... 所以不可能後來才去找 到現在還沒找到就對了 現在還沒有 這樣還沒碰 好恐怖 可是像我知道 高法醫應該很清楚 像一般死亡之後呢 我們的身體就會變僵硬 就是再過幾個小時之後 變僵硬 那像有一些像那種相識案 譬如說 我還碰過在土城的相識案 你有採訪過這個相識 對...也曾經跑過很多類似 那種怎麼講 遺體都已經變形的 那是不是就是同性戀的 然後他們自習式性愛 把它買到一個大的 那個是在台北市 那是早期我們現在 八十一二年的時候 也曾經也發生過 一個土城相識案 它是把它裝到 一個小小的行李箱 一個人大概就是 一個女士 大概就是一般五六十公尺左右 這個上下就六十左右 然後這個高度怎麼可能塞到 我們一般手拉的那種行李箱 怎麼... 它硬把它撐進去的 撐到後來它硬掉了 那像那種一般怎麼去 把它那個屍體掰平 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用... 我趕快煮了一個 就去用吹噬之後 它把它熱死以後 就把它丟在那個車子後面 車子上不是很短 腳去彎是好嗎 就彎曲的 他就彎這樣 跟他撐著要改跑 手應該我用這樣 撐著他又騎著 撐著他又騎著 撐著他一步步很騎 就說算了不要... 就這樣改跑 我騎著他倒在這裡 他腳上騎著對不對 很難的都會跨到嘛 我就說 是的...不好意思喔 沒辦法 我就撐不下去 拜託 是的... 我撐著他 那很容易啊 高法醫喔 高法醫要講嘛 那也沒辦法 也只能硬抵他這樣子 那我要再請教高法醫 那統食案怎麼辦 我自己跑過一個統食案 然後之前又發生一個統食案 我第一次的統食案呢 是我上次有在節目中講過 這本來要綁架這個 某某鄉的鄉長的兒子 後來發現不好綁 那乾脆就... 捅我的 就綁你算了 就綁我旁邊這個捅我 結果呢 把他殺了之後 裝在那個鐵桶裡頭嘛 來灌水泥 然後丟到... 有海裡面去 那時候我們去撈的時候 根本...那個很奇怪 就是根本都撈不回來 可是後來也是 這個... 穿這種黃衣服就出現之後 有沒有 涼涼涼 捅就回來了耶 那後來接下來 那個法醫頭就痛了 要不要聽法醫來講 那像在前一陣子 高雄不是也有一個統食案 那個就比較粗糙一點 他先...不是先生 應該說男友跟他的女友要求歡 不成... 結果這個女... 女的腦修成路拿刀要刺我 對 我把刀子奪回來 就把他反刺 怎麼把你刺死了 怎麼辦 對 那當時他沒有那種 柯西什麼鐵桶或什麼 他就只是拿了一個 那種一般的那種 藍色的那種塑膠桶 塑水桶那種 對 然後就把你... 很奇怪 人死的都軟軟的 就把它塞進去 塞進去之後呢 他就開始灌水泥 可是他灌之前 他想想不對 這個屍體應該要先... 要先搬走 搬不動 這時候他就跟他弟弟講 說 欸弟弟啊 你來幫我搬一個東西好不好 他弟弟說什麼東西 他還說 沒有 就我那個坦 家裡的坦子 說濕掉了啦 都濕濕的 我就把它放在那個桶子裡 要搬去丟掉 那一般那個重量差不多 就搬出去之後 他開始灌水 然後這個 才丟到東港溪去 可是後來這個案子 是怎麼破的呢 沒有靈異 也沒有任何警察很聰明都不是 他自己良心不安 然後就說 我殺了他丟到那裡去 後來也是撈起來 也是硬邦邦 那這個看法醫 有沒有什麼建議 你跟那個屍體跟阿門頭 都已經在一起了 你在日本也噴過一天 就是他把他太太殺了以後 他是一個水泥工 就把他太太放進那個牆壁 他就把他封起來 封在牆壁 那跟那個神經我一樣 因為經過了15年以後 他自己也忘記了 他就天天就跟他睡在一起 他就睡在牆壁 他就睡在地上這樣 然後經過15年以後 他沒有錢 因為他落魄 就把荒紙賣掉了 賣掉以後 人家就把荒紙 荒紙要重新打掉 重新裝潢 才發現說怎麼 打了一半以後 一隻腳照出來 因為那個水泥 枯起來的時候 不是很硬的 所以落下來之後 那發現說 這一隻腳 我慢慢找的時候 找到幾隻腳 可是那個真的 跟那個中博講的一樣 就是說 你要把它打開的時候 真的很困難 那個整個皮都一起掉下來 對啊 真的喔 那沒辦法錢師啦 那沒辦法啦 那腳要扭 腳要盡量小心喔 但是重點是 依照現在的科技技術 法醫是不是 還是有辦法能夠還原 他的身分 把他剝離 以及他的死法 你要老實講喔 不然 我們是可以從那個 先照X光 然後把它那個骨頭的支架 然後再把它拉長 用那個電腦 把它拉長 看身高多少比例 對 然後再做那個 我們這個皮喔 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這個皮的厚度喔 每一個位置都 每一個固定的那個比例 然後利用電腦 以前是日本是用那個 那個什麼 泥土喔 就給它黏回來 要給那個專門的啦 來做 現在不用這樣用電腦很快 它是自動量 這邊大概平均多少 都一直貼上去 然後那個臉型就出來 當然不會跟原來完全一樣 比如說我死了以後 不會說連起來又是高大層 不是那麼 連起來可能是高小層 也不一定 可是相似度有60%左右這樣子 對 最少 高大層 連起來就變鍋石層這樣子 他講這個是說 包括統治這樣 那個屍體都混在一起 對 但事實上 現當今啊 黑道兄弟正在乘處人 不是用這一招 都直接用流傷破了 那怎麼去辦呢 那他腐蝕的怎麼辦 對啊 像之前我們討論 就有個黑道大哥 黑道大哥 他一定下面有很多妹妹嘛 其中有一個傳播妹他很喜歡 他被人家側封為他的第一把 然後就有一個 然後就有一個 這個不長眼的小弟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來聽個看看 稍微來 我們這個頭不是有這個線嗎 它是這個骨折就這樣裂開來 正中間這樣裂開來 裂開來 然後 黑道大哥 他就叫幾個小弟 去把他叫出來 要把他修理 結果他嚇到半夜就不見了 跑到大樓去了 然後一直在找找不到 就找了他叔叔 他叔叔 他叔叔 說我真的不知道 你找不到找一堆 大哥還氣難一下 把他叔叔抓過來 抵這個小弟 然後叫四個兄弟 怎麼醒醒你知道 拿著流痠 第一個先潑哪裡 然後對猜 真是內行 生殖器就被潑爛 每個男人都知道 你打球的時候 不小心被球砸到下面 你馬上就溫下去了 這個有更可憐 對 然後流痠這樣潑 你看他受得了 哀嚎 哀嚎繼續淋虐 只好潑到下面 你通到休克之後 再全身潑 所以那個瓶怎麼都不見了 人家突出來 潑完之後 再有個棉被把它蓋住 聽說 這是避免說 他死後冤魂來找 蓋住都找不著 復仇這樣 他就復仇 然後就把它丟到很偏野的地方 在打西教堂到婚禮 後來還是找到 但是找到就麻煩了啊 那法醫怎麼辦 皮都沒有了 這個皮怎麼辦 就請法醫來解釋了 對啊 皮肉都沒有 龍師耶 還好的是這些人 他們都有刺青 刺青你用那個流痠怎麼弄 都不會掉下來 這樣喔 譬如說你這邊有刺了一隻龍 一隻虎什麼 大概都可以利用那個 做那個...他的確認 還有戒指 有沒有掛戒指什麼 還有手機啦 手錶啦 大概都可以啦 還有... 還有這個臉... 臉的那個... 照那個X光 補了幾根牙齒 然後看這個牙齒的摸... 摸...摸...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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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人差不多是幾歲人 剛剛講那個手 乘以相當的倍數 就是你的身高嘛 我記得是8.4倍還多少 就是你的身高啦 這樣喔 都可以知道 大概就可以知道多少 剛剛講的這些被大蟹幾塊 現在是連屍骨 有時候甚至都沒有了 沒有啦 這要說以英國論來講 其實我如果是前世欠他的 也許我前世有害過他 那我這次也許就還他了 如果不是我前世沒有欠你 那這是造成的 那這一次 現在現世報很快 現世報 那當然就是會從... 如果是先產生的因果的話 對... 就是這一次馬上會現世報 對... 那當然就是說 以現在的科學來說 也透過這個 一般法醫的鑑定 或是辦案人的一個專業 然後相當的就會破案 是 如果我前世欠你的 我還你的 那整個破案的過程 也許會慢 對 那所以說... 那譬如說 你今天在陽世間 你所犯的一些罪行 你也當逃過陽世間的 這些法律的一個制裁 但是你的良心已經抵不過 對 已經逃不過了 有時候是受不了自己良心情 然後逃不過的過程當中 還有一層到那個世界去 還有一關等著你 另外一個世界會不會閃開 像他們把... 用棉被把頭蓋住 他就真的找不到嗎 對 事實上不是這樣子 因為有陰果 不怪是任何關聯 即使說我把你眼睛挖了 或是什麼... 拿了什麼紅褲子 把頭蓋起來啦 種種方式 我們人只要意念在的話 我今天是被你害死的 我前世沒有害...沒有害過你 你到哪裡 到天涯海角 比如我上次有一個... 我就講一個... 一個信眾嘛 他美國... 他的哥哥在美國發生事故 死亡 後來他家人為了要來... 關過營 對 從美國回到台灣來看他 他說怎麼在美國 那個車禍很離譜啦 怎麼會死去 結果他看到那哥哥 哥哥那時候在台灣的時候 曾經撞死一個人 然後良心不安去跑到美國去 結果他撞死的那個過程 真的是從... 在美國整個重演一次 萬一用東西 他怎麼去撞別人 在美國一樣怎麼樣被撞死 對 要爆撞回來 那真的是英國戀上耶 我先這邊補充一下 就是說之前我跑過一個刑案 它是發生在這個賣帥橋 我忘記一橋二橋 我現在有一個彩虹河濱公園 那時候是我第一個到現場 就是警方風流線拉起來 它是裡面有一包垃圾袋 然後我第一個到現場 那時候一個人都沒有 就只有警察我 都沒有記者什麼都沒有 然後大家我就問了說 那垃圾袋是什麼 他說裡面是一個屍體 我們就三個人加我 就這樣對著垃圾袋這樣 一直看你 後來隔了一個小時之後 然後那個後製後製的某些 其他的新聞台 包括SNG就是什麼 通通都來了 這個垃圾袋怎麼會出現在這兒呢 對 彩虹河濱公園 光天化之下 扛了一個垃圾袋 再丟這邊 這個歹徒一定很笨很笨 才會這麼做 結果後來好啦 這個三座會來 三座會這個就比較專業一點 派出所不是我說他們不專業 就是說他們也不會去做這些見地 對 好了來 你知道這垃圾袋怎麼來的嗎 賣帥二橋 丟下來 然後無限丟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從整個垃圾袋 下面的痕跡什麼 當然他們也有做很多測試 我那一次 對 因為整個測試過程 我不能去看或是干預 我只能在旁邊觀察而已 我們一直弄到第二天 他們還開車從橋上一直丟東西 丟東西 一直丟東西 來看像不像你知道嗎 後來這案子怎麼破的 就是因為他們知道說 是從橋上丟下來的 去掉了 能夠拍到那個橋附近的那個監視器 至少掉了 就像上次那個戲子槍擊案 那個警察 不是掉了 聽說掉了好幾萬具的監視器 對 這大概至少也有幾千具 掉... 掉到然後再去找可疑的側盤 才找到 可是這個女人呢 她的屍體也是有被分屍過 也不是很完整 但是頭是放在一起的 她沒有說頭跟... 分開丟在不同地點 但是也是被剁掉 她為什麼要剁掉 不曉得 這都不曉得 可能本來要... 對 這個案子連破了沒 我都還不曉得 對 但是... 知道一點就是說 後來也是利用什麼 利用剛剛潘潘講到的 利用...第一個 你牙齒可以送去鑑定 對... 你牙齒送去鑑定 可以知道可能的年紀 那個很多的醫學的教授都做得出來 第二個就是牙膜 你牙膜做出來之後 再透過你的頭顱的典型 去剛剛像小玲講的那個補土 去那個黏土去弄... 大概... 他們不會只做一個 他們會做好幾個 可能也許兩個或三個 對... 然後再去跟死者生前去比 像不像 那這樣子年齡 體型、身高、樣貌 大概都出來了 全部都可以確認出來 但是頭顱還是... 還可以確認死因 比如說切開頭顱我們可以打開以後 如果頭部有外傷的話 那你就知道說 這個是從哪裡來 骨折 大概我上去碰一個Case 最訣竅是有一個... 有一個年輕人被人家打死以後 他造成那個骨折 他的骨折是這一... 這個...我們這個頭不是有這個線嗎 他是這個骨折就這樣裂開來 正中間這樣裂開來 他們就認為是說 人用那個...把它打下去摸下去 然後突然裂開這樣 結果我發現說不對啊 原來這個才是技巧在哪裡 這個是把這個頭壓在地上 用腳下去摸 那摸了 像石龜一樣 還是... 我又要囉嗦問一下 是活之前還是死之前 活的...一定 如果摸下去就... 腳就摸下去 不然石龜從中間裂開 你如果真的是用腥的 它是腥的骨折 所以這個絕對是不一樣 這很多人不太會認識清楚 高牌 我就有一個問題 順便請教一下 我看過一個行案現場 那真的是頭被這樣拿柴頭 就剁下來 那是被一個精神變了的剁下來 剁下來的時候 那個頭顱在地上的時候 一變那麼滴血 那個眼睛沒有完全合起來 對 不會合 那好像死不明夢耶 沒有...那個不是... 他怕會刺到 你知道嗎 那是為什麼 因為他怕被我們抬的人 他會看這個人是什麼人抬 所以他眼睛不會說被殺了以後 他是閉著不要看... 好理解... 他會看... 看到底是誰殺 真的嗎 我會閉耶 怎麼可能 你看 我示範給你看 你看 然後我還說 你看 郭大哥再來一次 你是誰啊... 一定是這樣 沒有...我真的會看 真的嗎 所以... 真的喔 眼睛沒有... 這一個是暖色的動作是不是 而且你殺了以後 他整個肌肉就撓起來了嘛 把肌肉開起來 而且他又有點血濕耶 高保姨剛剛講 他不斷地求還一直看著他 不曉得剁幾刀才把他剁 而且沒有完全斷 因為剩下一點肉黏著 那這種也許是一種冤親在主 我們不懂了 好 生生世世的仇恨 但不管怎麼樣 高法醫就這樣 他這個眼睛就一直瞪著他 等一下 高法醫 我又要問一個 像郭大哥講這個東西 當一刀這樣剁下去的時候 請問什麼樣的狀況下 這個人會死 但什麼樣的狀況下 他又不會死 頭還在那邊 有沒有 一般來說 你剁下去那個 絕對不會馬上死掉 還不會 你看 人當然會死得比較快 因為人喔 越高級的動物 他控制的中施 很多人就死了 你說這一刀剁下去 他還不會馬上死 但是這一刀剁的是 已經傷到什麼了 傷到緊刀目 緊筋目 還有氣管 都斷掉了 但是還可以說話 說話是不一定 我是沒有看過 我不曉得 但是還有意思一定是有的 好 那我再問 你如果看過 我就懷你是兇手了 高高... 那再剁第二刀補下去 整個頭已經幾乎要斷了 那時候還有意思 那個應該還有 我想喔 大概在一分鐘 你會刻有意思 因為你自己人吹刀 你要吹才五分鐘 對嗎 你一定一分鐘 倒下去才幾秒而已 撲碰兩個人 才五秒 你說喔 我們人翁生 那段時間就是 你倒下去 你雖然 你退 大家都有七秒